我是水电光,不要切线槽 哈啰,欢迎回到淘家半圈 今天呢,为各位准备的是在做线槽的时候呢 会用到哪些手工厂,最后很多马上 登登登登 那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啦 这些立板呢,是在做线槽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剪一些小缺口,这只很好剪 那这就是清除线槽里面的叙叙 然后划线用的,还有最重要的水平 那我们在切线槽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有一些巴里亚 这个之后再涂那个西里康的时候 不要不让同事去刮手啦,同事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保护一下同事 要磨一下,稍微去修饰一下 那片机也是正常的一个水电光,会有片机很合理嘛 做好用的尺 还有发现用的脚尺,这只我很喜欢 刚才我很久了 然后佐马车罗斯要用的嘎里嘎里 然后在夹角度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脚尺,会比较神力 那就是佐马车罗斯在用的专尾,还有划纹片 那如果今天刚好是新手要去到工地现场资源 那会用到哪些手工具跟要需要提前准备的 也就大概是吧 然后咳咳咳嘛 还有一支笔 原则上目前会去叫资源 应该就是前置作业啦 那些切牙条啊 切脚铁啊,锁螺丝啊 固定线槽啊 基本上就会是这些啦 那制作线槽的部分应该都不会请 新手跟初工的朋友去施作啦 你有准备这五样 就是一个很合格的助手了啦 那接下来我再来介绍本行的 那这边大概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在施作线槽的时候要有的啦 你要多准备几片,烧人片啊,那个项目很快 就是这些可以开工啊 那接下来我再帮各位介绍 我对效率来讲有非常大帮助的两样工具 鸭条机 有用过的人应该没有嫌弃过的啦 在剪鸭条就两秒钟可以切好一支 鸭条又不用抹 就可以直接锁嘛,这个我吃了 那这个对效率来讲很有帮助 做钓管也是啦,因为钓管基本上就是 我鸭条嘛,比较多 那第二支呢 可以说是我的最爱的 这支小型烧人机 我当拿这支12L在做炫草的盖子啦 只有快而已啊 那PK应该不会输啦 12L比较好用 当然它不适合去切线草啦 因为它有保护机制 只要它过热它就会停机 但是去修饰一些 没杂杂的一些小小脚还不错 那当然我有用它来切白铁的那个 箱子开孔的时候有用到它 很好用嘛,这支 那当然我的电动工具电池系统是米诺奇的 我基本上都是米诺奇的 那如果在高雄有兴趣 想要了解电风工具要去哪里买 我也蛮推荐 我的一个大哥大嫂 他们对小姐我是很支持啦 他也给我很大优惠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方做凌桀到时候 可以去查看看看吧 我是谁电弓 我不用学现场 我是谁电弓 我不用学现场